好各位聽眾們 各位上課的好朋友們 我們開始今天的課程 大家知道最近非常火熱的話題叫新冠肺炎 大家了解說什麼叫新冠肺炎 它跟我們的感冒有沒有正相關 來,你看一下,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這個福人大學的這個博士班 那我是這個台北市眾議室公會的這個會員之一 也是幹部之一 那下面有一些麥拉扎的這個學會的幹部 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接下來的課程的部分 首先看到這張圖 大家看到這張圖的時候 他會發現說圖上有什麼東西 很多人都會說圖上有月亮 那但是這個月亮是真的月亮還是假的月亮 那圖上有楓葉 這個楓葉是真的楓葉還是假的楓葉 還有再來一個是我們楓葉有清楚的部分 也有不清楚的部分 不清楚的部分也是靠近我們的部分 還有遠離我們的部分 那大家就會疑問了我們的月亮為什麼是假的月亮 那其實這個是我個人很喜歡攝影 那這個叫做借位的攝影 為什麼要用這張圖呢? 它跟我們中醫在看病的這個現象是一模一樣 怎麼說呢? 西醫是看到什麼症狀用什麼藥 那中醫的部分比較不一樣 中醫會在各種不同的時期切入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看 更何況中醫西醫在看病的這個狀況 跟實際上可以了解的這個狀況 是不大一樣的 那我們用感冒來講好了 它跟我們今天講的題目是非常相近的這個狀況 那像感冒的話 有的人他會感冒前就有一些些許的症狀 比如說像我個人 我如果要感冒前 我會發現我會怕冷 台語說會胃寒 那我不知道各位在感冒之前會有什麼症狀 有的人會說 我感冒的時候會打噴嚏流鼻水 可是打噴嚏流鼻水 跟什麼症狀很像?跟過敏很像 對不對?那所以你就很難區分說 我到底是感冒還是過敏 那當然是不是感冒或是不是過敏 這個就交給醫生去處理 也就是交給醫生去判斷 不管是中醫西醫 我相信他都能判斷的出來 你到底是過敏還是感冒 再來一個是 我們中醫都會去問說 你感冒前發生什麼症狀? 線下發生什麼症狀? 比如說有的人會說 我現在正在發燒啊 我現在正在咳嗽啊 我現在正在拉肚子 為什麼講這三個症狀? 很多人在發燒的時候 他第一個動作 包含我們的老母親都是一樣 他會怎麼做? 他會叫我們去說 趕快拿退燒藥給小朋友吃 大家認為這樣的舉動是不是對的? 其實 退燒這個舉動 會打斷你身體 正常的防衛機制 怎麼說呢? 我們在發燒的時候 就是你的身體裡面 不管是白血球 T08球 B08球 等等的這些防衛細胞 也就是軍隊 站出來之後 跟誰做抵抗? 跟細菌或是病毒做抵抗 可是你 他需要一個啟動的機制 也就是發燒這個機制 他才能夠讓這些T08球 B08球 甚至於這個白血球 產生正常的工作的效能 可是你卻把它退燒了 你退燒之後 你會發現 我的身體 他裡面的 白血球 T08球 B08球 他沒有辦法正常工作 也就是說 你叫軍隊回家睡覺去了 那你既然叫他回家睡覺 他就不能好好的 針對外來的細菌病毒 做一個好的抵抗 那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發燒沒有影響你的 生理狀況 也就是說他不影響你的工作 不會讓你一直嗜睡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讓這個燒 稍微的持續下去 以你能夠忍受的這個狀況為主 當然有的人會說 我已經燒到我受不了了 他已經影響工作了 影響這個 讓我們這一整天都在睡覺 這樣子當然是不好 我們這個時候就用 這個 用藥物的方式把它退下來 當然中醫西醫的退燒方式機制不同 像西醫的話 他就直接幫你退燒 可是你如果是像我用中藥的話 我是利用你把毛孔打開的方式 就是用藥把你的毛孔打開 把熱怎麼樣發出去 再來還有一個方法 大家小時候可能有聽過 比如說喝一碗熱的這個稀飯 或者是蓋後的棉被 讓自己身體怎麼樣把汗流出來 這種方式也都是一個好的方式 讓自己的怎麼樣毛孔打開熱散發出來 所以你過往的這個民眾 這個老人家其實是蠻有智慧的 他是利用這種 喝熱吸飯 或者是蓋棉被的方式 讓自己的熱發汗出來 那為什麼會發燒呢 表示說我們的毛孔 他沒有打開 他是關起來的 你門關起來的時候 你的熱是找不到出路 跑出去的 所以我們是需要把這個毛孔打開 利用藥物把毛孔打開 比如說我們個人喜歡用 桂枝湯等等系列 或是麻黃湯等等的系列 看身體的強弱去開 這個打開你的毛孔 那毛孔一旦打開之後 你的汗就會流出來 你汗流出來之後 你的發燒就會慢慢慢慢的退下來 而不會像有西醫這樣吃了這個退燒藥之後 人反而發現有這個胃寒怕冷的現象 不會有 再來是咳嗽 大家認為說咳嗽需不需要吃 這只咳藥 很多人都會說要啊我要吃 可是大家知道咳嗽這個動作 我們的肺部在做什麼動作 它其實是在排除 我們肺部鮮毛裡面的這些藝物 不管是細菌病毒還是我們的痰 可是你吃了咳嗽藥之後 你會發現 我的身體它不咳嗽了 那你的痰呢 帶著細菌帶著病毒被你吞進去了 甚至於往肺部的深部 這個細小的這個肺部跑進去 這樣子只會讓你的肺部得到更多的靜潤 也就是說它感染的機率就更多了 感染的範圍也跟著擴大 所以咳嗽這個動作在我認為是說 除非你咳嗽受不了了 否則不需要做止咳這個動作 那個中醫吸的開咳嗽藥方式就不大一樣 吸一定就是開不讓你咳嗽馬上不咳了 再來另外一種藥叫做這個吸痰藥 吃下去之後它只會讓你的痰變吸 可是吸卻沒有讓痰收起來的 為什麼 為什麼要把痰收起來 比如說有些人他的痰是吸吸水水的 那你吸吸水水的 我不能夠再把它變更吸啊 變更吸 是不是你就是造成一個好像嗆膩的 到水裡面游泳 嗆到膩到的這個感覺是一樣的 你反而會讓它咳嗽更嚴重 所以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就是把這個痰該收的時候收起來 如果它是吸的該收的收起來 如果它是濃痰咳不出來 我們才用吸痰的把它痰變成比較吸 好咳出來 再來一個 它的痰如果變濃變綠了 它是有熱 我們就要把熱退下來 所以中醫吸的想法不大一樣 不大一樣 沒有說誰對誰錯 只是說處理的手段不同 再來是一個另外一種叫腸胃型感冒 腸胃型感冒 它的做法 吸就是會說你拉肚子了 說我要可以給你開一個止線藥 可是實際上這樣是不對的 你如果腸胃道裡面已經有細菌了 它已經清洗到腸胃道了 那你再把門關起來 這個我們叫做閉門流扣 什麼叫閉門流扣 你細菌在腸胃道裡面 它會一個變兩個 兩個變四個 四個會變幾個 十六個喔 那這樣一直不斷的加上去 它可能會變二五六 上千個上萬個 甚至於百萬個 所以你把門關起來之後 不讓它拉肚子 它肚子裡面的這個細菌病毒 只會變多不會變少 那不是說 就讓它拉肚子拉到死就好 不是不能這樣解釋的 而是要讓 拉肚子這個動作 減緩讓它舒服 不要讓它拉到變成稀稀水水的 所以拉肚子這個動作 其實跟前面的這個發燒 咳嗽是一樣的動作 就是說中醫跟西醫的想法不同 西醫都是直接做砍殺的動作 那中醫做疏導的動作 那比如說發燒 我們是讓它的汗 微微的發出來 那讓它的咳嗽 是讓彈好咳出來 然後在這個拉肚子的動作 是讓它不要拉得太嚴重 但是也不要讓細菌病毒 直接留在身體裡面 讓自己的身體裡面的細菌病毒變多 這是給大家一個觀念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們這邊看到一個小故事 一個媽媽 四五十歲的媽媽 帶著小朋友來 就直接問說 醫生我們的小朋友很常感冒 他是不是要馬上要吃藥啊 剛剛我們前面大概隱約有提到了 就是說 這個小朋友 我們就仔細的去問他 他只有打噴嚏 流鼻水眼睛癢 鼻子癢 說真的 這樣問到這邊的時候 我會說 他只有過敏而已 他並不是真的感冒 可是如果說他往後發展了 如果他開始有咳嗽 有發燒 有身體痠痛 拉肚子的現象 甚至於腹痛的現象 那我才會篤定的說 他可能有感冒 再來我們就要詳細的看 他發燒發燒到幾度 喉嚨會不會痛 咽嚨是不是紅的 那這些種種的跡象才能判斷說 他確實是感冒 而不是過敏 既然確定他是感冒了 我們就往後看 在感冒的這個概念裡面 小時候我相信大家長輩裡面 都會提醒大家說 出去玩的時候不要淋到雨 如果今天正在下雨 提醒大家出去不要淋到雨 晚上睡覺的時候棉被要蓋好 不要著涼了 那大家都會認為說 老人家都會認為說 著涼了就是會感冒 實際上不然 不是所有人不蓋棉被 晚上著涼了就一定會感冒 像我們家小朋友 晚上是不蓋棉被的 他隔天起來也是沒有感冒 甚至也沒有過敏的現象 所以會不會感冒 並不是取決於你有沒有淋到雨 或者是你有沒有蓋棉被 而是你自己的保暖有沒有做好 比如說我睡覺的時候 衣服要穿得夠暖和 但是不是說無限制的一直穿上去 所以老人家的想法是 只要受涼 什麼叫受涼 就是受到涼跟寒這個特性 這個環境的這個因素之後 就會感冒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 只要淋雨啦 或者是家裡冷氣開得太冷啦 就會有感冒的現象 那中醫是怎麼看待感冒呢? 其實中醫看待感冒 又把它區分為 風、寒、鼠、濕、燒、火 怎麼說呢? 因為風邪進來的時候 當你的這個元氣 也就是體力、免疫力在下降的時候 這些風邪、寒邪、濕邪、鼠邪、燒邪 甚至於火邪進來的時候 會讓你的身體失去一個平衡 失去平衡之後 比如說我的風邪進來了 因為我受風或者是寒邪進來之後 我受寒之後 我的毛孔反而閉塞了 那受寒之後 身體的熱沒有辦法發出去 才慢慢演化成發燒的現象 所以才呈現有這個感冒的症狀 所以要有症狀才叫做感冒 沒有症狀我今天吹到冷風 在這個冷空氣下活動 你看很多人在冬天 尤其是俄羅斯人 他可以穿得很少在冰天雪地上活動 可是他不會感冒 所以當你的身體好的時候 元氣好的時候 這個毛孔是結實的時候 他是不會感冒的 那所以我們要考慮的是說 我們有沒有因為風寒鼠濕 造邪甚至於火氣等等這個六邪 去引發你的感冒 這個是中醫的想法 這就要六癮 那很多人認為說感冒看西醫比較快 可是我在臨床上實際上看到 很多人看了西醫很久 最後的一個病造就是咳嗽這部分 常常吃了兩個月三個月的藥 都沒有改善 可是在進到我們這診間裡面來的時候 症狀判斷對了確定他是咳嗽 藥開對了之後 他的咳嗽其實在一週之內 他的咳嗽的頻率 或者說會影響到他睡眠的部分 都會讓他改善很多 所以很多人都會誤認為說 吃西藥比較快 吃中藥比較慢 這倒不一定 只要你要開對了 其實效果是蠻好的 更何況很多人吃完西藥之後 你會發現說 他有嗜睡的現象 他有頭昏的現象 因為這個antistamine就是抗阻滯 這些東西 他會讓你想睡覺 甚至有人吃了抗生素之後 身體會發冷的現象 發抖的現象都會出現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吃中藥或西藥 尤其是西藥 那中藥當然是比較緩和 如果你又開對藥材的話 我相信這些副作用是不會出現的 再來感冒是一個急性的症狀 那他屬於一個輕型的 上呼吸道的這個病毒性的感染症狀 或是細菌性的感染症狀 那常常看到會有什麼症狀 頭痛、鼻塞、打噴嚏、流鼻水 然後霧寒、發熱 甚至於喉嚨癢、喉嚨痛、咳嗽 還有這個疲倦的現象等等 那有些人甚至於 往下走到腸胃道的時候 出現腹脹、腹痛、甚至腹瀉的這個現象跑出來 這也都是感冒 那這邊看到一張圖 這個就是我的最愛 我比較喜歡這個拍照 這個是帶著我們心裡面的最愛 我的小三 這個小故事不能說給別人聽 那這個是我們出去幫人家拍照 沒想到被人家婚禮攝影師 把他拍照照下來 那你看對方的這個照相機 其實比我們的更好 可以把我這個臉上的這個皺紋 照得一清二楚 照得一清二楚 好再往下看我們可以看到 感冒在中醫的分型分成哪幾型 依照風、邪、體質去分為四個形態 像因為這個風邪的輕重 風邪帶著這個邪氣的種類等等 還有病人的體質的強弱等等 都可以去分成完全不一樣的這個症狀 那在中醫稱這個感冒 稱為實行的這個感冒 或者是說現在醫學叫它流行性感冒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那第一型叫做風寒型的感冒 什麼叫風寒型感冒 這一般都是因為著涼、吹了冷氣 尤其是現在還是吹了冷氣 或者是淋雨造成的 我們前面的小故事不是提醒大家說 人家提醒這個小朋友 出去淋到雨 回來要趕快把衣服換掉 要把頭髮吹乾等等 甚至於洗個熱水澡 把這個寒氣逼出去 當然睡覺的時候 可能還要蓋一個厚的棉被 讓自己的身體的這個溫度上升 或者是再加上喝一碗熱的這個稀飯 提高自己的能量 來抵抗這個感冒的細菌或是病毒 那我們可以看到 風寒的感冒它會有這個誤熱發寒 但是因為它風寒的關係 把我們的毛孔收射起來 我們知道我們的體溫有36點多度 甚至於37度 它碰到寒氣、冷氣、冷控氣的時候 它的毛孔是會收縮起來的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下 它是不會流汗的 它是不會流汗的 然後再來一個是 因為受寒的關係 開始會有頭痛的現象 然後甚至嚴重一點 會有這個四肢痠痛、肌肉痠痛 或是骨頭痠痛的現象 這是不是像我們現在的這個流感的現象 是不是一模一樣 然後再來一個鼻塞、流鼻水、咳嗽 然後因為它沒有熱 所以它不會渴、口不會渴 或者說它雖然口渴 但是它不喜歡喝水 不管是喝熱的水還是冷的水 再來是舌頭不會乾、賣是緊的 那這樣的方式我們通常 因為受寒的關係 所以我們需要用到一些新溫解錶的藥 要讓毛孔稍稍的打開一下 甚至於這個宣飛上寒 因為淋到雨 所以我會建議說 比如說用這個金房拜毒傘的方式 讓它把這個寒氣逼出來 或者是時常使用的這個桂枝湯 也可以讓你的毛孔打開 把寒氣給逼出來 再來另外一種第二型是叫風熱型感冒 什麼叫風熱型感冒 比如說大夏天 有些人捨不得吹冷氣 那在一樣是冷熱交替的狀態 比如說家裡的環境還是稍微涼一點點 那但是到外面碰到這個暑氣熱氣 結果這個冷熱交替的狀況下 它被熱風給吹到感冒 那為什麼會說吹到寒風也會感冒 吹到熱風也會感冒 當你的熱風吹浮到身上之後 我們的毛孔是會打開的 毛孔一旦打開之後 它沒有做收縮 適當的做收縮的這個動作 你的汗是會一直流出來 你的汗一直流出來的狀況下 你身上就是會受涼 其實這個啟發的原因還是一樣 因為受寒受涼 但是這裡啟動的因子是因為你毛孔打開 因為受熱的關係它毛孔打開 這個流出來的汗讓你吹到這個冷風感冒造成 所以它稍微有點怕風 但是因為這個風熱型感冒 你身體會慢慢的發熱起來 然後剛剛講毛孔打開之後它會容易出汗 再來一個是頭會因為熱的關係 頭會有脹痛的現象 因為熱的關係眼睛會乾澀 甚至有灼熱的感覺 再來因為熱的關係我們臉會發紅發脹 甚至於因為熱的關係喉嚨會痛 扁刀線會紅腫會疼痛 甚至於鼻塞鼻瘤黃替濃替 甚至於這個綠色的鼻涕都會跑出來 再來因為熱的關係所以會口乾舌燥 脈相對是比較浮而且是速 跳動的次數是比較快的 這種叫做風熱型的感冒 那這個時候要用哪一些中藥呢? 要可以用這個新涼解錶的藥材 比如說這個舒風清熱的這個藥材 比如說像這個銀翹傘、桑菊影 這些都是新涼解錶的 像這個銀翹、銀花、蓮翹這些都是清熱的藥材 都是滿好的藥材 再來一個鼠濕型的這個感冒 現在已經慢慢漸漸的進入夏季了 鼠氣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再來一個濕熱 台灣是一個濕熱非常重的這個國家 尤其是在台北 台北因為是盆地的關係 我們的熱、我們的濕氣不容易增散出去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這個暑氣、濕氣、熱氣 都會比別的地方來得重 那這個季節產生的這個夏季型的感冒 一樣你會發現說它很容易發熱 也是輕微的霧風 再來它的熱是沒有辦法散出去的 因為你看我們這個濕氣的關係 讓毛孔沒有適當的這個打開 所以它的汗是不容易流出來的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把它的毛孔打開 讓它的汗正常的這個給排出來就好 不過因為裡面夾雜的濕跟熱的關係 我們的用藥會跟前面的這個風寒性的感冒 用藥是不相同的 那頭也會昏沉 甚至因為濕的關係你會覺得頭很重 你會覺得頭很重 也會昏也會脹痛 那甚至你的痰因為濕跟熱的關係 還有這個暑氣的關係 你會覺得你的痰特別的黏稠 你要看我們一鍋水 水分很少的時候 然後如果再加上一些外來的物質 這些痰有的沒有的東西 它的這個黏度是會增加的 所以讓它不好刻出來 甚至我們的鼻涕因為熱的關係 所以它會變得比較黃、比較黏 甚至會變綠色 再來很容易口渴 那口渴很嚴重的狀況下 你會喝很大量的水 喝很大量的水 其實又增加自己身體裡面的負擔 那用藥方面我們就會用一些 這個去熟、清熱、去濕的這個藥材 比如說貨向正氣散 或是新家鄉物飲 貨向正氣散大家小時候可能有吃過 我小時候就吃過這樣子的藥 它是紅色一小顆一小顆的 那它是哪裡來的 是香港來的 叫做寶劑丸 它其實主要成分就是因為貨向正氣散 可是因為香港的寶劑丸 它加了朱砂 目前國內是禁止進口以及禁止使用 所以因為朱砂是含拱有毒的 所以我們盡量是不要使用這樣的藥材 再來是秋造型的感冒 我們到秋天的時候 它天氣是變得比較乾燥 水氣是相對的 跟夏天比起來是相對的燒很多 那這時候一樣會打笨涕、流鼻水 然後身體的微微的發熱 但是也會怕風 它的咳嗽它是少痰的 因為乾燥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痰會相對的變得比較少 然後不容易咳出來 因為它的痰會變得比較黏 不容易咳出來 然後常常有的人會咳到 因為不好咳 所以咳到肋骨痛、胸斜痛 所以這樣的痰我們反而要吃一些西痰的藥 會讓我們的痰怎麼樣 從濃的變成比較稀一點點 讓它好咳出來 讓它好咳出來 那這時候就要用一些清照宣廢的這個藥材 比如說這個清照救飛湯 就是這樣一類的藥材做成出來的 再來是體虛型的感冒 然後我們會發現說 待會我們後面再介紹這個新冠肺炎的時候 也會提到這樣的類型 就是說很多人的體質是非常虛弱的 它很容易很容易感冒 這個叫做體虛型的感冒 它的邁向也好 它的體症也好 都是呈現的一派的虛向 比如說它的免疫力本來就比較差 很容易因為一點點的風 一點點的這個寒氣 它就感冒 甚至於小小的小朋友 或者是老的老人家 再來懷孕的婦女 這些都是比較容易有這樣 虛弱的體質的表現 那在這裡我們又分成 比如說氣虛、血虛、陰虛、陽虛這樣的類型 我們就不再這麼這個 我們就繼續這樣分形下去 第一個氣虛型的感冒 我們就可以區分說 因為氣虛的關係 所以它會容易有四肢倦帶的現象 它會容易疲倦的現象 因為氣虛的表現 所以它會頭痛、它會鼻塞 那因為氣虛的現象 所以它的痰呈現是白色的 人是疲倦的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開一些 稍微有一點補元氣的這個藥 因為你沒有元氣 你沒有辦法讓這些藥產生作用 比如說像生疏癮 比如說像浴屏風傘 像浴屏風傘來想的話 它有旗族風 實際上它的這樣類型的感冒 它不會有很大嚴重的這個發燒、咳嗽 但是它就是不舒服 這樣的類型的人的感冒就是不舒服 所以我們需要用到黃旗、草白族或生白族 讓它輕輕的讓它的免疫系統啟動起來 不會讓它再呈現這個虛弱的狀態 再來像生疏癮的話 它其實利用人參或黨參 讓它稍稍的補一下它的元氣 再用這個子豬讓它微微的發汗 讓它身體裡面的熱輕輕的把它解出去 所以氣虛型的感冒其實反而比較好解決 再來是陰虛型的感冒 哪一些人會有陰虛型的感冒 比如說更年期的婦女或者是懷孕期的婦女 那它常常會呈現這個微微的生熱、微微的發汗 甚至於微微的霧寒的這個現象 甚至於不流汗的現象 因為體內的陰份不足、水份已經不足了 所以它流汗的現象會比一般人來得少很多 但是因為陰不足的關係 它會有頭暈的現象、會有心煩的現象、會有口渴的現象 甚至於手足都有這個發熱的現象 再來因為陰不足 所以它會乾咳、它會少彈 再來舌頭會有發紅 甚至於舌苔少的這個現象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幫它滋陰清熱了 那就可以用一些什麼我們叫加味的生蕊湯 加味的生蕊湯 它也是一些滋陰的藥材為主 加上一些微微發汗的這個藥材 讓你的這個身體既能滋陰又能出汗 再來是血虛型 哪一些人是血虛型? 比如說有些人,尤其是女生 她在失血之後、月經之後 她感冒了 這樣子感冒的現象 或者是說大手術之後的感冒 因為失血過多造成 那這樣的人 她比陰虛更嚴重了 她的發汗甚至於到沒有流汗的這個現象 再來你可以看到她臉上是沒有什麼光澤的 也就是說她是沒有血色的 那她的指甲、她的嘴唇的顏色 都沒有紅的現象 都沒有淡紅、粉紅的現象 所以這個都耗發在產後 或是這個手術、失血過多造成的 那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些蔥白氣味傘 為什麼用蔥白? 蔥白它可以微微的發汗 調整一下腸胃 然後這個氣味傘裡面 主要是四菌子湯的化產 那四菌子湯又是 再加一點點接近於八真湯 有點補血的這個味道 只是利用蔥白去提味 讓她有微微的發汗 又不要讓她發汗太過 我們今天希望她把熱排出去 但是又不希望她損失更多的體力 所以我們這裡用蔥白 再來是陽虛型 這個身體是真的比較弱的 到陽虛型的感冒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臉色是完全的蒼白 語音會非常的低微 什麼叫語音低微 我們現在講話的聲音是非常的洪亮 她講話會變成這樣 我跟你說 醫生我好累喔 她這樣的聲音 你會覺得她講話的聲音 你都聽不清楚 這個叫做語聲低微 再來因為陽氣不足 所以你會發現她手的四肢 手腳的四肢溫度非常差 你會覺得她摸到她的手就是冰冰涼涼 即使在大夏天曬過太陽之後 你也會覺得她的手腳是沒什麼溫度的 所以體感溫度是比一般人來的低的 所以這樣的人的感冒 我們就要幫她補一點陽氣 但是還是要幫她做解表 也就是這個開毛孔 把熱散出去的這些動作也要做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用生腹再造完這些藥物做加減 再來是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流行性感冒 也就是說流感 最常看到的是什麼 發燒 再來是肌肉痠痛 再來是喉嚨痛 最後是咳嗽 當然以中醫還要再多看一個脈像 你的脈摸起來是非常浮的 而且它跳動的速度是因為有熱的關係 所以它跳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清熱解毒的藥材 疏風、解表、甚至於抗病毒的這個藥方 比如說像普濟消毒液 那必要的時候可能它要去濕熱 我可能會再用其他的這個藥方 比如說像這個龍膽蟹乾湯等等的藥材去做輔佐 這邊可以看到這張小圖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中醫掌究的是養生 其實你的身體養得好的話 我相信不管是這個感冒 還是我們看到的這個時下的這個流感 還是最近最流行的這個COVID-19 也就是新冠病毒 它都不會讓你在你的身上產生很嚴重的症狀 甚至於完全沒有症狀 但是不代表說你接觸這些病毒 身上就不帶有病毒喔 所以還是要小心 要帶有口罩保護自己 我們看一下我們怎麼樣去利用時程去保護自己 第一個睡覺的時候我們就要睡在正確的時間 什麼叫做睡在正確的時間 第一個我們要睡在11點之前 有誰說我躺下去秒睡的幾乎沒有人 大部分的人都要花個五分鐘、十分鐘才能睡著 但是我會建議說睡覺的時候真的把燈關掉 把窗戶關好、把門關好 不要把這個電視打開、不要聽音樂 因為只要有外界的干擾 對睡眠其實都是一件非常大的影響 尤其像我個人的話 我喜歡把燈完全的關掉 也就是要在暗默默的這個環境下 聲音要完全的隔絕的狀況下 才能夠做好這個睡眠的這個動作 才能讓自己的睡覺達到一個最好的狀態 所以睡眠其實是你個人能夠補充體力的最好的方法 假設你今天睡眠時間都不正確 開始晚睡之後你會發現你會越來越晚睡 我舉一個例子 這跟今天的這個感冒的議題 這個流感的議題不正相關的 以前在醫院服務的時候 在和平醫院服務的時候 有一個病人30出頭而已 他中風了 後來才了解說他為什麼中風 因為那以前正在流行這個電玩的時候 那陣子很流行 線上用PC Game就是用電腦 連上線之後跟朋友在玩這個電動玩具 那他都不睡覺 每天都玩到3、4點甚至於4、5點才睡 那每天只睡兩個小時或3個小時 甚至於不到兩個小時 兩年之後他中風了 連續的玩了兩年他中風了 那表示說沒有睡覺這件事情 對你的體力是很大的傷害 更何況他傷害到哪裡? 腦部 他是出血型的這個中風 也就是表示說他因為不睡覺 所以他陰虛上火 因為不睡覺他免疫力失調 所以他整體的這個元氣也好 免疫力也好還有這個腦部的壓力也跟著上升 陰虛上火的關係造成他的這個腦部壓力的提升 所以造成他血壓增高中風 這個出血型中風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睡眠時間要睡對 有些人會說我睡覺我都有睡 可是他睡錯時間 比如說他3、4點睡 睡到隔一天的3、4點 他告訴你 郭醫師我睡了12個小時 我說你這個12個小時 睡錯時間一點用處都沒有 一點用處都沒有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有一些人 他因為職業的關係 會造成他的生理時中大為紊亂 比如說醫護人員、警銷人員 還有這些空姐等等 甚至軍警人員 他因為工作的關係需要晚上上班 然後白天才能睡覺 可是因為他不是長時間的晚上上班 白天白天睡覺 所以他的生理時中是會被打亂的 他一下子正常上班睡覺 那一下子變成晚上上班白天睡覺 你的身體時中還包含你的身體狀態 是不正常的 那在這樣的狀態下 你的身體一定會因為這樣子變得衰弱 像我剛剛舉的例子 30幾歲中風 他就是因為不正常的時間睡覺 再來沒有好好的休息 睡錯時間 這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們再往後找 感冒要怎麼樣預防 我們就可以喝一些這個藥材 甚至於吃一些養生的這些食材 讓自己的身體變得更好 那古時候 尤其是《皇帝內經》 《皇帝內經》就提到說 《上古之人》 《其之道者》 《法於陰陽》 《何於數數》 《飲食有節》 《起居有償》 《不忘坐牢》 這邊就講到一個重點 《起居有償》 《不忘坐牢》 《不忘坐牢》 然後讓你自己得其近期天年 什麼叫近期天年 其實我們的身體 這副軀體 它可以活兩三百年 你像古有 一些不乏一些長壽的這些老者 他們吃得初食 睡覺睡對時間 其實古有像古代的彭祖 他活了八百歲 有沒有可能 其實是非常有可能的 像很多的國外的這些 住在山裡面的這些老人家 他可以活到一百多歲 我都覺得他還算少的 因為他的飲食是比較清淡的 生活是簡單的 沒有我們現在 現在新的這些電子的產品 比如說手機 很多人抓了手機 看了電視 他就捨不得了 他不願意休息了 可是因為沒有休息 所以他的身體 才會不正常 他的元氣才會變弱 他的免疫力才會變差 所以我們要小心 睡對的時間 再來一個是 不要勿忘過勞 就是不要讓自己的身體 過度的勞動 有些人會認為說 我的體力可以啊 所以我用我的體力去賺取金錢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你看我們國家其實定得很好 早上九點上班 這個到下午五點的時候下班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的上班時間 都是遠遠超過這個時間的 可能早上六點就要上班了 甚至於出門 到晚上七八點 甚至十點十一點才下班 回到家都十二點 這樣長時間的工作 其實對身體是不好的 第一個 我們的這個皮像 就是外表 你會發現 這樣的人看起來特別老 我的印象裡面 我記得我高中一個同學 他就是做Sales 不方便說他做什麼 可是你就會發現 因為他長時間的在外勞動 加上曬太陽等等的因素 你就會覺得 他比我們的年紀 看起來就是老了一點點 有的人說老十歲 有的人說老五歲 都不等 可是因為他過度的勞動 再來要保持心情的愉悅 尤其現在這個疫情的關係 真的要維持著心情的愉快 免得你心情的起伏不定 造成你的睡眠障礙 加上情緒的變化 你的心理是會去影響到生理的 再來我們的身體 如果出現一些稍微怕冷、頭痛 甚至於感冒的症狀的時候 我們可以吃一些薑湯 像蔥薑蒜這些 都是能夠讓自己的身體 發汗的這個藥材 以及物質 那我們就可以用生薑五片 要連皮 我們的薑要連皮 因為我們的生薑的皮 才有發汗的效果 再來一個蔥白 尤其是這個蔥白的部分 它也才有發汗的這個效果 那我們再放進大火裡面去 丟下去煮滾 煮滾之後大概再煮五分鐘 這樣就好 你煮太久 它裡面的這些生薑的薑辣素也好 會發性的物質也好 都不見了 這樣子就達不到它的效果 那再往下看 那這些即時的治理 是可以把大病化小 小病化五 也就是說 你本來可能感冒非常嚴重 在我們用藥及時的時候 你的大感冒會變小感冒 小感冒甚至於會變成沒有感冒 這都是像過敏一樣 打打噴嚏 溜溜鼻水就結束了 而不會像時下的流行感冒 這個發燒 筋骨痠痛這樣的現象 所以最重要的是平常可以做的 現在當然疫情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做 就是說平常要多做運動 然後再來它才能夠提高你的體質 增強你的免疫力 再來是我們要注意保暖 因為有的人他會覺得說 我其實不需要穿這麼厚重的衣服 當然這是很好的 那表示你的身體素質是好的 可是真正天氣冷的時候 該加衣服你還是加衣服 到夏天的時候 衣服該減少一點 穿少一點你還是要減少 為什麼 到夏天的時候溫度高 結果你還是穿著厚重的衣服 你身體裡面的熱是散不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適時的加減衣服 我們生活是有加減的 所以衣服也是要有加減 再來能夠避免自己莫名的被雨淋到 淋到之後要記得馬上把它擦乾 甚至於洗一下熱水澡 喝一下熱湯等等的 把這個寒氣把它逼出體外 再一個提醒你不要過勞 不要讓自己呈現在一個過度勞動的現象 然後再來一個是 流行性感冒流行的季節 尤其是像現在疫情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主管管單位 不是告訴大家盡量不要出去 如果你真的要出去記得戴口罩 保護好自己也保護好別人 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讓在這些流行的季節裡面 盡量不要出入在公共場所 避免互相感染 那在感冒的這個季節裡面 我們就要可以在家裡面做一個動作 其實這個動作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說第一這個稀釋過的這個食醋 當然不喜歡食醋味道的 我們也可以用現在時下流行的 我們用這個漂白水把它稀釋到1000倍之後 它也是能夠對環境裡面做殺菌跟消毒的這個作用 當然為什麼會及時處是因為第一個它不是藥材 然後不像這個漂白水也是藥材 或是你噴酒精它也是藥材 我們只是在生活當中找到一些可以使用的這些方便的這個藥材 然後當作這個保護自己的藥劑使用 如果真的感冒的話 真的趁早看醫生 如果你的症狀是七天之內你都會自然好的 那當然是不需要看醫師 可是七天之內你的感冒是日趨嚴重 比如說我咳嗽變嚴重 我發燒變嚴重了 我流鼻水變嚴重 去影響到你的生活的時候趁早看醫師 趁早看醫師 那感冒的養生的方式 比如說像這個風寒的感冒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屬於風寒型的感冒的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我們可以用生薑 我們可以用黑糖 記住是生薑不是老薑 那為什麼不用老薑 這裡如果是用老薑的話它其實是暖胃的 這邊額外講一個 如果說我們用老薑跟黑糖輔佐在一起的時候 它第一個暖胃第二個可以用在哪裡 大家想想看其實可以用在婦科的問題 比如說女生月經來的時候會痛 我們用老薑加紅糖也就是黑糖 你把它煮熟了之後 煮滾了之後喝下去你會發現肚子不痛 暖胃之後你的月經也不痛了 所以這個薑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這個元素 也是藥材也是食材 利用它這個心溫解錶的特性 宣肺散寒的這個特性 達到這個治療鳳寒感冒的這個效果 當然也是一個家庭可以備用的這個藥方 但如果說你這樣子處理 是沒有辦法解決你的鳳寒感冒 記得真的趕快去找醫師 不管是你要找中醫師還是要找西醫師 當然這邊的話我一點不外有點失心 希望你找一下中醫師 大家的副作用真的比西藥來的好得多 在這邊有一個簡單的這個茶方 薑糖蔬葉茶 用薑糖用這個也就是生薑 剛剛提到的生薑再來蔬葉 那生薑蔬葉這個一個是發汗 生薑發汗蔬葉的話它可以整腸胃 怎麼提到蔬葉 很多人是腸胃型的感冒 那你要調整你的腸胃 那怎麼去調整腸胃 紫蔬葉其實就是一個不錯的這個食材加藥材 你看日本人他在吃生魚片的時候 他都會旁邊放一片紫蔬葉 或者是因為他們吃的東西偏生冷的比較多 其實生冷對腸胃其實是不好 那紫蔬它其實是偏溫的 那這時候如果是腸胃有問題的話 你的生薑就可以改成老薑 老薑就可以暖胃上寒 達到一樣可以達到這個治感冒的這個現象 那所以把生薑紫蔬葉洗乾淨之後 一樣把它切絲也好 或是整片放下去煮都好 或打碎放下去煮都好 把它煮到滾 再加一點紅糖 那可以達到這個趨風散寒的這個效果 那再來可以這邊教大家一些穴位 簡單的穴位 比如說風池穴 我們頭後面的這個風池穴 在凹陷的地方的風池穴 大椎穴 在我們背後的這個大椎穴 風池穴 大椎穴 那曲池穴 會讓大家瞭解 我們看看風池長在什麼位置 第一個風池在這個凹陷的地方 在我們的大椎 是在我們頭低下去骨頭突起來的地方 因為我們今天穿了長袖 所以我們衣服就不脫下來了 再來 曲池穴 曲池穴 自己大家手就可以摸到 我們手彎曲 最凸起來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曲池穴 然後再來 河骨穴 河骨穴在什麼地方 我們河骨穴取穴位的時候 我們把手掌心向著自己 然後大拇指做合併的這個動作 肌肉突起來 最突的這個地方就是河骨穴 那怎麼按呢 按的時候 往這個長骨關節 退出去 你會覺得說 比我們這樣直接捏 很多人說河骨我會捏 我都是這樣捏 或者這樣按 可是這樣的效果不那麼明顯 反而是壓下去之後 推往骨頭的方向 推往骨頭的方向 你會覺得這樣的酸脹是比較明顯的 一樣 我們按曲池穴也是一樣 壓下去之後 推往骨頭的方向 往外稍微往外 推往骨頭的方向 你會覺得 這樣子的酸脹是比較明顯的 也比較能夠達到效果 因為畢竟 你今天不是用針在做治療 像比如說 我自己個人就會準備一些 按摩的器材 像這個叫提針 我們就可以壓下去之後 推往什麼 掌骨的方向 推往掌骨的方向 因為不是每個人的手指頭的力道 都跟我一樣大 壓下去再推往這個掌骨的力道 可以馬上按出酸脹的感覺 所以就可以用一些輔助的細材 然後再來 再來 背部還有一些封門 廢書 這些也都能使用 好 再來風熱型感冒 剛剛我們已經大概提過 風熱型會有怎麼樣的症狀 那我們要用哪一些藥材呢 比如說像菊花 比如說像這個桑葉 薄荷 那這些通通放到這個水裡面去煮滾之後 再拿起來這個溫服 甚至於增加散熱的這個效果的話 還有蓮竅啦 豆屎啦 淡豆屎啦 薄荷葉啦 菊花啦 竹葉啦 極梗等等 這些都能夠 新涼解錶 新涼解錶 讓你自己的風熱把它散出去 把它散出去 那你像這邊你看上菊影 它整個都是清熱的這個效果 但是它只能輕輕的解熱 這是在溫病條片裡面來講的話 它這個方是比較清一個等級 也就是說 剛入門的 剛剛好 只能把粗淺的這個熱把它給散出去 到大熱的時候 桑菊影的效果就沒有那麼好了 那一樣把我們這個畫面上看到這些藥材 我不一一細說 把它放到鍋子裡面去煮滾 那大概是煎藥的關係 就是三碗水煮成一碗水 或者是這個兩碗水煮成這個八分滿 這樣子才能達到治療的效果 那一天大概都是喝兩次 再來暑熱感冒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做 暑熱因為是暑氣加濕氣 那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清暑的藥材 清濕氣的藥材 我們往後看 像你看我們後面的藥材有 葛根麻黃 桂枝 生薑 這些都是讓你把這個暑氣 濕氣把它清出來的藥材 那當然我們的這些藥都已經用過之後 我們再教大家怎麼去用這個穴位 穴位的話我們剛剛已經有教過一些穴位了 比如說風池穴 我們這個枕骨下面的這個風池穴 大椎穴 在我們那個頭低下來的時候 骨頭最突出來這個位置的大椎穴 曲直穴 和骨穴 再來 枝溝 我們的枝溝穴在什麼位置呢 在我們這個上三吋再上一吋的地方 這叫制溝穴 也就是外觀在上一吋的位置 這個制溝穴它可以解封熱 它可以解封熱 那這邊額外教大家一些簡單的穴位 除了核骨之外 還有我們手掌上面有一個叫做 蟲子蟲鮮穴 它能夠治療簡單的風熱 制風熱的這個效果 那它在什麼位置呢 我們怎麼取呢 第一個它在魚肌上面 它在魚肌上面 那在虎口 彎曲下第一個指節的地方 第一個指節的地方 碰到的位置就是蟲子穴 然後它離我們的魚肌最邊緣的地方 差不多也是一個大拇指的寬度 也就是一吋的寬度 望上望下一吋 旁那個望內一吋 這個穴位就叫做蟲子穴 當然下面還有一個蟲鮮穴 那它也是相差一吋的位置 如果也是以我們學的這個董事齊穴的做法的話 是兩個穴位要一起使用 效果才比較好 不過蟲子穴它比較適合用在肺部方面的這個疾病 肺部方面的疾病 也就是說我們用 和骨穴 蟲子穴 它都能夠達到怎麼樣 治療感冒的這個效果 更何況一個在背面 一個在負面 剛好我們的手指頭 如果這樣子 這樣子 按壓 都可以剛好一起壓到 剛好一起壓到 當然和骨最好的壓法 還是我剛剛教的 壓下去之後 推往哪裡 推往骨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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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一些簡單的要查 你看我們的書本上就是連翹 這個就是連翹 這個東西就是連翹 這個東西就是連翹 那旁邊的這些是穴位圖 很簡單的學位圖 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接下來就是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我們這個新冠肺炎 那我們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前面要講到感冒 其實我們從歷史的統計來講的話 感冒其實是一般的感冒 那流行性感冒是比較嚴重一點點的 那流行性感冒是三到五年 三到五年做一次的變異造成的 所以流行性感冒不容易治癒 需要用到一些特效藥 所以你像這個西醫它就有做客流感 西醫做客流感 那中醫的方式當然有試症用試藥 我們剛剛前面分析的這些藥材 那個症型還有怎麼樣去用它的藥材 當然不單單是只有前面敘述的這種 這種教條化的這種藥材 當然還有我們一些個人 特別喜歡使用的這個藥材 比如說桂枝糖麻黃糖等等 還有甚至於這個 甚至於把去濕熱比較重的龍膽蟹肝 也都可以拿來使用 不單單是只有這些固定的城方可以使用 那再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新冠肺炎 就如同18年將近20年前的這個SARS來講的話 還有前10年這個發現的H5N1這個禽流感 它其實都是5到10年一次的大變異 5到10年的一個大變異 古代有什麼?像我們的古書有一個傷寒論 西方文藝復興時期有一個這個黑死病 其實都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大流行 像古代死掉的人最多無非就是這樣子的疾病 它其實並不會亞於癌症 癌症死掉的人數其實都沒有那麼多 甚至於之前讓大家聞風上膽的這個性病 梅毒等等的 其實都沒有像感冒 這種流行性的感冒死掉的人來得多 所以你看 新冠肺炎為什麼它的致死率比較高 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掌握對它的治療的方式 然後不管是不是用疫苗的方式 或是用西藥的方式 其實都還沒有掌握得很好 但是中藥從古至今都有針對這個方式做治療的方式 但是古時候中醫比較沒有做防禦的方式 比較多的是治療的方式 中醫已經在中國在台灣等等地區 東南亞國家都已經有流行了將近5000年的歷史了 所以你說它科不科學 我個人倒感覺是非常科學 只是沒有把它做一個好的統計 還有一個好的實驗 讓好的數據呈現給大家 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進到今天的最重要的主題 新冠肺炎 讓大家簡單的了解一下 你看看我們的疫苗 大家都有打了吧 可是我知道還是有不少的人沒有打到 因為分了不同類別 當然我個人是因為我們是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有施打到 可是你知道我們打到的時間也不過是6月份 今年的6月份 所以我們施打的速度並沒有比各位快到哪裡去 並沒有比各位快到哪裡去 而且你看我們雖然是第一線的人員 但是我們不是最緊急的那個層面 最緊急的是什麼? 急診的 還有這個第一線的 醫院裡面的 馬上會碰到這個病人的這些醫護人員 他們就第一線 首先先施打 可是打了那麼多疫苗之後 你會發現說 隨著來的副作用一樣一樣增加 不管你是發燒、筋骨痠痛、肠胃的疾病等等的 甚至於嚴重一點的 因為我們剛開始用的是這個AZ疫苗 那AZ疫苗最大的問題是 它可能會造成血栓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後面分析了幾種的人要小心 可不可以施打 我們自己看完之後自己做判斷說 要不要去做施打這個動作 那再來一個 像中醫的觀點的話 認為是上宮致危病 其實打疫苗這個動作 其實是不錯的一個舉動 就是讓自己的身體產生一個免疫力 可是每個人對疫苗的這個反應是不一樣的 尤其是它有副作用的狀況下 有的人會發燒、有的人不會發燒 甚至於有的人這個 他會有這個腸胃道的現象 有的人會有心臟方面的問題 所以有的人他會胸悶 他就是心臟方面 或者是血管方面出現問題 倒不見得是肺部出問題 大家可能對他有所誤會 那因為COVID-19也就是新冠病毒來講的話 在中醫的範疇來講的話 它是屬於瘟疫 它是屬於這個毅力 或者叫做疫病 那需要秉持著急著志祺標的這個想法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碰到什麼樣的症狀 就要先把它馬上解決 而不是說慢慢的跟它耗 你看很多人身體都挨不住這個病毒 對它的侵犯 馬上產生這個副作用之外 還有產生這個死亡的案例 那不要說感染會死亡 連打疫苗都有造成死亡的這個可能 當然可能是因為亞洲人種比較特殊 打了這個AZ病那個疫苗 這個減毒的疫苗 反而造成這個我們台灣人的不少人數的死亡 好 那再來一個是 除了急著志祺標之外 我們還要注重一個是要標本兼制 什麼叫標本兼制 因為你的本質本來就不好 什麼叫本質不好 你的體質不好 我們待會後面會討論到哪一些的體質不好 那你就要兼顧這些體質 你要好好的去調理 你才有體力 才有這個基本的這個元素 基本的條件去對抗這個AZ的病毒 或者是AZ的這個疫苗 那再來打疫苗 雖然是一個很好的提升免疫的方法 可是我們要非常要小心說 打了疫苗之後產生的這些副作用 所以我們不能說要有它的好處 又忽略它的這個副作用 而且你要注意的一點是說 不是打了疫苗之後 你的身體就有百分之一百的免疫力 你還是要非常小心 好不好 抱歉喔 那這張錶我們可以約略的看到 這個各種疫苗 它在身體上產生的副作用 比如說像我們國內最早開始打的這個AZ AZ的這個疫苗 它最先出現比例最高的其實是這個注射部位 注射部位的這個疼痛 再來是疲倦 再來才是頭痛 那再來莫德納呢 他最近進來的這個莫德納呢 他打下去最嚴重的症狀 反而是肌肉的疼痛 也就是注射部位的 因為我們是肌肉注射嘛 所以反而造成這個注射部位的疼痛 再來是疲憊 可是同樣 這同樣的順序來講的話 莫德納他的百分比是提高到92% AZ的疼痛啊 反而才只有54% 然後反而是發燒啊 整體 整體上比較起來 AZ的發燒反而沒有那麼嚴重 反而是莫德納有15.5%的人啊 都在發燒 所以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發燒的現象 也就是說我們不是每一個人都像網上的人講一樣說 年輕人才會發燒才會肌肉痠痛 不是這樣子 那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發燒肌肉痠痛 只是每一種疫苗經過統計下來 它產生這個副作用的比例都不一樣 那就看你需要什麼 就去打什麼 再來一個是 要小心的是說 AZ的這個疫苗 不適合這個孕婦施打 他會穿過胎盤 所以他可能會造成這個胎兒的死亡 所以會建議大家打這個 已經實驗證明對孕婦安全的 也就是對胎兒安全的莫德納的這個疫苗 再往後看 哪一些的人需要在打疫苗的時候 要注意一些這個需要注意的東西 我們打疫苗雖然是說 讓自己的身體產生這個 戰爭前的這個預防的動作 也就是說我戰爭前要先演習一遍 讓自己的身體知道說 我要怎麼樣去對抗這個外來的病毒 所以就是叫戰爭前的這個演習 雖然不是真正的劇烈對抗 可是它還是一樣會有些許的這個副作用 但是它不會造成太嚴重的損傷 可是雖然說沒有太多的損傷 國內還是有很多人因為可能過敏 可能是因為對AZ的不適造成死亡 所以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們才會說要分析清楚 讓大家知道哪一些人適合打疫苗 那或者說你有什麼症狀的時候 暫時不要去施打疫苗 是暫時不要 但是最終還是希望你要去打疫苗 提升自己的這個免疫力 那再來一個是說 我們要注意的是 第一個下面有六個體質 第一個很容易感冒的人 為什麼 容易感冒的人 所以表示他的體力 體質是非常虛弱的 他是偏虛弱的體質 那不管是一般的感冒 還是流感 他的副作用 看起來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你會搞不清楚 他是到底是一般感冒 還是這個流行性的感冒 產生的副作用 但是在免疫力比較差的這個 患者身上來講的話 在一般的感冒 就會表現出像流感的症狀一樣 但是他在承受流感病毒的時候 他的症狀又會被放大 所以他對於這個肌肉注射 或是皮下注射來講的話 他的反應會更快 也就是說他打完這樣的疫苗之後 他的副作用是非常明顯的 再來往下看 下一種很少感冒 或是幾乎不感冒 那這樣很少感冒的人 他會呈現一個現象 一旦感冒的時候 他的感冒症狀 會比一般人來得嚴重 也就是說別人可能不發燒 在這樣子很少感冒的人 他一旦感冒的現象下 他會發燒得非常嚴重 他會肌肉痠痛得非常嚴重 他會咳嗽得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就要非常小心 你適不適合這樣的體質 適不適合去做這個疫苗的施打 那再來免疫力啊 另外一種就是 反而是免疫力不見得很好 不見得很好 他反而免疫力沒有正常的運作 沒有正常的運作 所以他很少產生感冒的現象 或者是說幾乎不產生感冒的現象 不代表細菌病毒沒有進入他的身體裡面 只是他的免疫系統沒有啟動 沒有啟動 所以這樣的狀況下 他反而是覺得是另外一種恐怖平衡 因為細菌病毒可能都在他的身體裡面 他變成代源者 他變成代源者 但是他始終沒有發病 可是這樣的人其實才糟糕 這樣的體質反而會把病毒帶到別人身上 把細菌帶到別人身上 那這個時候 當他身體弱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他反而會呈現更嚴重的感冒的症狀 流感的症狀 再來是我們這個AZ疫苗要最小心的 就是說心血管 循環不佳的人 這樣的人都要非常小心 因為AZ的最大的副作用是造成血栓 所以在心血管血液循環非常不好的人身上 就可能要注意不適合施打這一類的這個疫苗 那為什麼 怎麼這樣形容 就是說當我們的這個疫苗 如果正常運作的時候 狀態都是很好的 可是你進入到身體裡面 他的血管疏通能力不好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很正常的疏步到身體的各個部位 所以他反而會造成一些阻塞 那造成阻塞之後 反而會讓阻塞的部位產生病變 那讓這個阻塞部位 假設是在心臟 剛好又把心血管的這個血管 把它塞住 那心臟就不能夠產生正常的運作 他沒有辦法把你的血 正常的運輸到身體的各部分 那如果這個血栓塞在腦部裡面 他就會造成中風的現象 造成死亡的現象 塞在肺部裡面 那就會造成肺部的功能停機 就沒辦法呼吸 所以這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心血管甚至於肺部疾病的 就要非常小心 甚至有一些是高血脂 或是糖尿病的患者 因為高血脂的關係 所以你體內因為 又加上AZ這個疫苗的副作用 他這個血栓可能變得更大塊 可能變得更大塊 去塞住主要的血管的通道 反而讓你的血液運輸變得很差 血管的運輸變得很差 這樣子反而會造成你身體的不適 嚴重的不適 所以這個是要非常注意的 這是要非常注意的 再來是一個過敏的體質 很多人都有這種過敏體質 比如說他可能吃到 猕猴桃也就是這個水果 他會嘴巴腫 像西方人很多人吃到這個花生 他也會臉會過敏會腫 那有人吃到芋頭 有的人吃到這個茄子 他也會腫 皮膚不好的人可能吃到這個芒果 他也會過敏 所以很多各種各式各種不同一樣的這個過敏體質 都要非常小心 因為過敏體質就是代表你自己身體裡面的免疫系統 會針對某一種特定的物質 產生一個過敏的現象 那既然是過敏 他就有可能對這種外來的物質 不管是AZ疫苗或者是Mondella的這個疫苗 他可能都會產生一個過敏的反應 當然我們就要去詢問醫師 你適合打哪一種 再來是你現在正在急性發炎 什麼叫正在急性發炎 比如說你現在當下正在感冒、正在發燒 那這樣的身體 他已經在發熱的現象 表示說他對外來的物質 反應是非常敏銳的、非常快速的 假設你這時候同時又打了這個疫苗進去 他的反應會過頭 反而讓你產生像我們剛才講說過敏反應的這種過頭的這個現象 你反而對你的身體不見得是好事 所以這樣的體質的人就要考慮適不適合打 再來一個三高體質的 哪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的體質 這樣的體質的人因為都是年長者居多 也就是說體質是偏虛弱的 所以他生理身體的基本素質是比較差的 所以當他的身體產生一個症狀的時候 他要恢復是比一般人來的慢 所以為什麼老人家某一些這個疫苗可以打 某一些疫苗不可以打 這就是要斟酌一下、就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AZ疫苗他又有這個心血管阻塞的這個酸塞的可能性 案例非常多 不單單是實驗出來 我們台灣這樣的狀況下 真的有一些人就不適合施打 這是六種的體質 要小心不適合施打的這個體質 再來我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我們中醫是一個防患於未然的一個想法的這個醫學 也就是說我們要預防一切一切不好的副作用 所以我們如果有這些體質 我們都可以事先做預防 尤其是現在隨著我們在打疫苗的人數 越來越多的狀況下發現 不但有不少人身上有出現副作用 還有造成致死的這個案例報導 所以我們真的要非常小心 我們要怎麼怎麼樣去預防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這個患者 真的要非常小心 再來一個是 我們中醫是一個強調這個實際症狀的醫學 也就是說有試症用試藥 什麼叫有試症用試藥 假設你有發燒 我們才解決發燒這個問題 而不是為了避免發燒 我們先投餘退燒藥 這個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或者說為了要避免咳嗽 我先吃止咳藥 這都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 再來一個是 漸其正用其藥 跟前面的有試症用試藥是一樣的想法 有試症用試藥是一樣的想法 就是說不管你是有沒有病 那在有症狀甚至於有那個症型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投餘預防的藥物 所以有人才會說防患於未然 那比如說不管是你有虛寒體質的 有照熱體質的 有氣虛體質的 有血脂體質的 還有再來是你可能經常會頭痛的 還有再來是胸悶刺痛的 尤其是胸悶刺痛的 表示你身體裡面有瘀 有血瘀 那有氣虛有血瘀的現象的話 我們叫氣虛就要補氣 血瘀就要活血 那這樣的條件下 我們就知道說你的體質屬於哪一個方向 該做怎麼樣的預防 來我們下面列出三種 我們需要預防的這個體質 第一個疼痛 很多人他身體上會有一些莫名的疼痛 比如說像頓痛 身體的疼痛它不是很刺激的 不是刺痛 它會有痛悶痛 那這樣的頓痛多半是氣質 也就是說它的氣血循環的氣 它是不通的 再一個是刺痛 你會覺得那個地方如有針在刺一樣的 這樣子的多半都是血瘀 或者叫血痣 停痣的痣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 用一些活血的化財或是藥材 那所以常態性的痛 不管你是頓痛或是刺痛 這一些我們都要做預防或是解決 避免在這個用疫苗的時候 產生一些副作用 那比如說你有血癒的時候 剛才有提到 胸口會有刺痛 其實不是這個肺部的疾病 它非常有極大的可能是因為血癒 心臟上面的血管被預塞住了 也就是說你本身的體質 可能心血管是非常有問題的 那平常就會胸悶 胸痛的現象 甚至有刺痛現象的人就要小心 就要先做一些活血化癒的藥材 讓自己的身體達到一個好的環節 再來一個是燥熱體質的 像我本身就是一個燥熱體質的 因為很怕熱 那怕熱的狀況下你就要很注意 怕熱反而不要吃太多的冰涼的這個食物 或者是飲料 怎麼說呢? 我們的身體是36度 我們的身體是36度 可是我們喝冰的飲料 或是吃冰涼的這個食物的時候 它沒有零度也有十幾度 對不對?十度上下 那冰涼飲料吃到身體裡面 十度的狀態下 我們要讓它恢復到36度、37度 身體要做什麼動作? 它要產生一個熱量 產生熱量這個動作的時候 就會產生過多沒有必要的消耗 沒有必要的消耗 在沒有必要的消耗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身體會產生 反而產生更大的燥熱的現象出現 所以吃冰、喝飲料對身體是不好的 千千萬萬要注意 尤其是鼻子過敏的 這個婦女同胞們 也就是說 還有月經的這個婦女同胞們 其實都不要吃冰的 那其實太多太多的條件 尤其是胃也不適合吃冰涼的食物 那都會造成這個胃部的循環變差 它的消化也會變差 在36度、37度 它才能正常運作的狀態下 你居然喝了冰水 那你就會覺得肚子異常的不舒服 它會有脹氣的現象產生 因為它沒有正常的蠕動 沒有正常的消化 像我這樣子燥熱體質的人就要注意 那燥熱的熱痛大概有兩種 第一個是叫熱脹痛 比如說頭痛、關節上的疼痛 那再來一個是發炎痛 比如說是肌肉痠痛 那這樣的熱痛都要小心 都要先在這個發熱的同時 要先把這個熱退掉 避免說我們再打了 比如說像AZ疫苗之後 肌肉痠痛更明顯 會讓你自己的這些疼痛、痠痛更明顯 增加自己的負擔 那再來剛才有提到 莫德納的第一劑也是會 尤其是注射的部位 還有肌肉上的痠痛 其實它比例都還高過AZ疫苗 所以真的要非常小心 可以做事先的預防 可以做事先的預防 再一個是虛弱 很多人會感冒 我們剛才講到 會感冒很多是因為身體上的虛弱 所以比如說你是虛寒體質的、體質差的 還有這個對於這個疫苗 每次施打都會發燒的這樣的患者來講的話 應該說一般民眾來講的話 都要注意 我們先要提升自己的這個免疫力 比如說像我個人就會喜歡用 像玉瓶風傘跟這個桂枝湯的化財 用這兩個湯的綜合方 再加上一些清潔風熱的這個藥 讓自己的體質變好 讓自己的體質變好 那才不會說我施打這個疫苗的時候 因為體質虛弱 所以它的副作用增加很多 這都造成自己不必要的負擔 不必要負擔 尤其是老人家更需要注意這樣調補身體 更需要注意到調補身體的這個舉動 再來中醫的這個預防跟治療 我們這邊我們要討論的是說 中醫在COVID-19他佔了多大的角色 其實是取決於大家 也取決於這個我們上面的長官 他對中醫到底有沒有重視 他認為這個是不是有作用 當然我們前陣子已經看到 上面已經做了很大的廣告了 就是我們的清冠醫號 可是清冠醫號他適合用在什麼地方 他適合用在已經得病 尤其是重病的患者 尤其是重病的患者 他適合使用 但是我們一般沒有症狀的這個民眾 他是不適合使用 他是不適合使用 那所以我們前面才會講 一直在討論說 我們用一些預防的措施 改善自己對疫苗的這個抵抗 副作用的抵抗 甚至於這些舉動 我們做這些預防 都可以進一步的 在有可能感染的這個同時 做適當的這個抵抗以及治療 首先經常疼痛的這個民眾 那你就可以使用 比如說像田山漆 我們叫山漆不叫川漆 因為前年去跟著我們老師去採藥的時候 發現說 原來我們一直喊錯的這個川漆叫山漆 第一個山是他要種植山林 第二個山是他的產地在山區 再來是他的地名跟山有關 第三個山是他要輪根 他的種植三年之後 他要輪根的這個實現 甚至於比人生要輪根的時間要來一場 種一個人生六年採收 可是他十二年到十五年輪根一次 可是你種山漆的話 三年採收他要十五到二十年才能再輪根 再做下一次的這個種植 所以山漆其實比這個人生 吸附地上的這個能力 這個營養物質比人生能力來得更強 那為什麼要用山漆呢? 山漆其實是一個行氣活血非常好的藥材 大家可能沒有使用過 我還在學生時代因為切藥材 不小心把手指頭切掉 那切掉之後 切掉一層肉之後 你看這手指頭上面都還看得到 這個痕跡 封部的痕跡 切完之後他的血就是用噴的 那我們就用雲南白藥 雲南白藥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成分就是山漆 他把它灑上去之後發現瞬間止血 當然因為沒有縫合的關係 再次活動用力他還是會繼續流血噴血 所以山漆是一個止痛活血行氣 非常好的藥材 非常好的藥材 非常適合這個胸悶啊刺痛啊 有血癒現象的這個民眾 那當然你要配合其他的藥材也是可以 比如說這個單漆散單升加山漆 他就是一個很好的化財 非常適合這個活血化育 所以他可以適合用在心血管疾病的這個患者 那再一個是全身照熱患者 比如說像我的身體 那就適合說用一些清熱的藥材 像哪一些呢 比如說像魚心草 他這裡會舉魚心草是因為他 這次的疾病是用在肺部的疾病 所以我們用魚心草 那用在魚心草上面的話 可以適度的減輕肺部的一些症狀 比如說咳嗽 因為它清熱 所以它可以適度的退熱止咳的這個效果 那當然你有其他的熱 比如說是肌肉上的熱 可能我們會用倒地蜈蚣這些東西 那還有我們可以用一些 比如說像白虎湯用石膏之類的 石膏一樣是可以退熱 我們不是做實驗的那個石膏 我們是藥用的這個石膏 所以要記得 那你真的要用這些藥材的時候 記得還是找合格的醫師 尤其是中醫師 要自己隨便跑到這個藥房去配這些藥 沒有人有辦法對你負責 那加上這個剛剛講 魚心草它是清這個肺部呼吸道發炎的這個熱 那同時它也可以減輕燥熱體質的這個現象 那大概可以用個一到三前就可以泡茶喝 那或者是你再加上薄荷 薄荷的話它可以清乾熱、清乾火 然後也有一定的香氣 它的口感其實是蠻好的 口感蠻好的 那剛剛補充一下 剛剛講到的這個三漆 其實是可以把它打成粉末 我個人就是把它打成粉末 比如說我是氣比較虛的 像我現在連續講了兩天的課 昨天也有講課 今天也有講課 今天的聲音就有點出不來 那我個人就會用三漆人參天麻 這些補氣跟加行氣的這個藥材 還有這個我們講說管化肉從容 顧腦的這個藥材 我每天都會吃一小湯匙 讓自己得到補氣、行氣的這個效果 再來一個常態性容易怕冷的這個民眾 你就要注意了你的氣可能是不足的 跟我們這種怕熱體質的人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既然是怕冷的這個體質 你就需要補氣 那補氣一定需要吃到人參嗎? 倒不一定 我們有一個非常不錯的藥材 也就是這個黃旗 尤其是北黃旗 它不溫不燥 吃了之後比較不會這個上火 那可以針對補氣這個方面達到最好的效果 當然你也可以再適當的補充一下這個 我們講粉光森或者是這個高麗森 不過像高麗森個人的使用經驗來講的話 南韓的高麗森因為炮製的關係 比較會上火 北韓的高麗森因為炮製的關係 它上火的機率是比較少 那你說完全沒有也是還是有人吃了會比較會口乾 看個人的體質 在接種後要如何改善這些副作用 我們第一個是說 如果說這個人他是偏向於這個流感出死症狀 就很嚴重的比如說發燒啊 頭痛啊全身痠痛啊 物寒怕風的症狀等等的話 就可以使用像麻黃湯等等的 或是桂枝湯這些 讓自己的熱發出去 微微的把它發出去 或者是說淋到雨容易感冒的 用這個金黃拜毒傘 把你的寒氣把它給逼出去 那如果你身體有污熱現象比較嚴重的 反而是用像這個清潔的這個銀翹傘 或者是叫清肺排毒湯等等的 再去水症做加減 那第二型的是腸胃型的感冒為主的 就是說你可能會有 這樣腸胃型感冒的人會有嘔吐 或是腹瀉的這個現象的 就要吃一些跟腸胃有關的這些化財的藥材 比如說像葛根湯 比如說像這個霍香正氣傘 這些都是我們常用的這個藥方 或者是植藕的這個半夏湯 那它都能夠針對腸胃型的感冒 得到一個很好的這個疏解 一併治療的這個效果 再一個心胸不適的症狀的感冒 就是說它有心血管疾病的這種感冒的話 就要非常注意了 比如說它感冒的時候會暈眩 因為心血管的功能有限 所以它送氧氣到頭部的這個功能受限 因為我們心臟因為感冒的同時 它受到影響 我們有聽說過這個細菌造成心臟感染的嗎? 那其實很多都是感冒造成 很多都是感冒造成 那這樣現象的就要吃一些寬胸禮氣 活血行氣的這個藥下去做輔佐 然後解決這個胸悶、刺痛等等現象的這個化載 比如說像柴可解雞湯 它不但是能夠解決這個胸中的鬱悶 這個背部的僵硬 它也能夠解錶 也能解錶 那最後我們再做一下總結 就是說中醫療效的評估的總結 也就是說在打疫苗的同時 我們在同時使用這些中醫中藥 能不能達到最好的治療? 比如說打疫苗前我們是可以利用中藥提升免疫力 這一點我相信中醫是絕對能夠做得到 而且可以減少發病力或者是副作用 甚至於重症的產生 再來一個是打疫苗後加強你 還可以一樣加強你的免疫力 也就是說打完疫苗之後很多人有副作用 那在副作用產生的同時 我們一樣可以使用中藥去解決它這些副作用 然後甚至於它任何的不舒服 甚至於它導向重症的這個可能 最後當然是一個 中醫是一個講究辯證論智的一個醫學以及科學 所以我們要確定它的療效之前 要明確地辨別說你是怎麼樣的症狀 你是怎麼樣的體質 適用怎麼樣的方 開出去的這個效果才會正確 那以上講的這些藥方 都是一個大方向並不是一個準的 也就是說沒有一個人是按照 我們列出來的有點像教科書的條文一樣 都是按照他一樣這樣生病 並沒有 每個人都可能夾雜的非常多種症狀 我可能氣虛的同時可能也夾雜著血虛 氣氏的同時可能也夾雜著血虛 所以我們的身體需要醫師的判斷 去做適當的給藥以及用藥 以達到這個效如復古藥到病除 而不是達到藥到命除 才不會像我們的最近的這個疫苗一樣 打下去之後老命不見了 所以我們要注意的是說 分析自己的體質 拜託請你們找合格的中醫師 不要自己當醫師 因為我們都不是神龍 我們真是開個小玩笑 知道神龍是最後死之前講的一句話是什麼嗎? 他在死之前嘗了一口草藥 然後跟著他兒子講了一句話 他說這草有毒 然後就一命嗚呼 所以神龍是最後真的是被自己試藥的同時 被毒死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不要藥到命除 一定要做到藥到病除 好不好? 那最後分享一下我個人的這個治療的 打完疫苗後的一些經驗 那我自己是偏稍微晚睡著 都十二點一點之間 偶爾會超過一點睡覺 再來一個身體比較虛熱 怕熱的現象 所以在注射完這個疫苗之後 身體會產生了幾個現象 第一個微微的發熱 不到三十八度但是大概三十七八度之間 那再來是腰部近 我們的腰帶 綁腰帶背後的這個地方開始痠痛 那再來一個會噁心反胃 那整個分析下來就是 第一個腰帶的部分 是偏向於這個肌肉的部分 那需要解肌的處方 那噁心的部分 那個是腸胃道的這個反應 那發熱的部分 那是一個發熱的現象 那怎麼去處理呢? 以我個人的處理是這樣子 像解肌的處方 我個人就用這個葛根湯 他做了發熱和解錶之外 我再加了一個牛膝讓藥往下帶 因為我酸痛的地方是在這個腰部的位置 在一個反胃的這個處方來講的話 我個人是用這個半下血腥湯 當然有人會用李中山等等 也都可以 只要能夠解決問題都好 看醫師慣用的方 他掌握了多少 那在這邊的話 半下血腥湯 他可以合胃降膩 除此之外 我再外加了這個乾漿、黃蓮這些藥產 然後解決這個反胃的這個現象 最後我們用這個退熱的處方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個白虎加生湯 那外加三漆也就是川漆 增加行氣、退熱的這個效果 當然你熱如果特別重的話 我個人還蠻喜歡用黃蓮解毒湯 或者是龍乃蟹湯這些處方 倒不一定是我前面像教科書一樣 列出來這些處方來使用 不一定要用普濟消毒癮等等的 好 那後面這張圖就是跟大家秀一下 其實我們中醫最近有在做一件事情 因為最近封城嘛 那所以我們做了不少的這個視訊的治療 也就是說有染疫的民眾 有一部分的民眾有找中醫來做治療做解決 那這是好幾位的醫師 這邊有兩位醫師針對 當然治很小可能看不清楚 那當然他已經對於這樣染病的這個民眾 做了一個很好的治療 他們也都出院了 那出院之後居家治療的狀況下 也都得到一個很完善的照顧 那現在也都可以正常活動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課程 除了這些課程之外 這邊最後看到一張圖其實是提醒大家 除了這個在居家的活動之外 有時間有空間要做適當的運動 因為適當的運動才能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這是在用藥之外最好的一個方法 不花錢的方法 這是我們以上的課程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製作單位呢 是給我們大概15分鐘的時間 先給大家三位的民眾提出問題 那我們給大家這個回答 那大家可以在下面的時間提出問題 那我們可以幫大家多解答 那我們可以幫大家多解答 那前面這一張 這個就是我們針對各種不同的症狀 包含你說的孕婦 那她不能吃西藥 因為西藥含有很大的副作用 因為小朋友又在肚子裡面 所以吃中藥它是可以解決掉 它大部分所有的不適 尤其是染疫造成的 不管是咳嗽、胸悶、腸胃的症狀、頭暈、發熱 都可以解決 而且不會有西藥的副作用 如果她願意的話 不一定是我 從我們的公會那邊 也都可以得到一個好的解決方案 我們都有醫師 像我們診所就有提供視訊的治療的這一部分 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解決她的問題 還有嗎? 第二位 有一位請教郭醫師 他是說對中醫來說 得到新冠肺炎就像感冒 那如果宅在家的時候 中醫會建議要怎麼樣做運動來保養 另外的話 中醫和韓劇中的韓醫有什麼不同嗎? 我先回答第一個好了 他如果是染疫 他就不會宅在家了 他應該是先註約 對不對 既然是已經宅在家了 那表示說他已經退役了 就是說他已經經過醫院的一定的治療 可以居家調理了 那這樣子的調理的話 就看你有沒有症狀 你有症狀的話 當然我們會建議用中藥治療 是蠻和緩的 然後再來第二個問題是說 韓醫跟中醫到底有沒有一樣 基本上理念是相同 但是發展 一切的發展 中醫都是從中國起源 包含台灣的這些 不管是海派的中醫師 或者是我們的師父 董事針灸的老師等等 其實都是從大陸出來的 那只是說我們認識的韓醫 它是更早期從大陸那邊 尤其是山東那個方向 發展進去到韓國那邊去了 所以他們的起源應該都是從中國這邊的 你要說不一樣 我不會說不一樣 可是 處理的方式 真的我看過韓劇這些 所謂的韓醫 他們的處理原則 跟我們有一點不同 因為想法上不同 我這樣解釋好 就是說 同樣是傷寒論的醫師好了 他都會有用藥上面的不同 比如說 在北方的時候 在山東 因為他是比較 極度寒冷的地方 跟台灣相比 那邊用藥會相對的比較重 可是到台灣這邊 是比較濕熱的環境 我們同樣一個處方 我們用藥就要比較輕一點點 要符合這邊的體質體徵 還有環境用藥 所以你說會有不同 最多是用藥方面的不同 還有想法觀念上的不同 還有因地制宜的用藥方式不同 我再舉一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像日本人他用藥 日本人他的中心思想是很堅定的 他可以吃一個處方吃到死都沒有關係 可是也是因為這樣子 產生一個天大莫大的笑話 就是說他吃一個小柴湖湯 吃到他自己的肝出問題了 對 吃到他自己的肝出問題 是因為小柴湖湯當初沒有發現說 原來柴湖裡面的某一個成分 它會造成 小柴湖湯裡面的某一個成分 會造成肝的衰減 那所以大家要知道 不是同一個方 也就是說 就算是人參 他也不是從頭到尾吃了就是沒有問題的 比如說人參 吃太多或者是說你有高血壓的患者 你是不適合吃的 還有一個是你吃太多之後 口乾舌燥之後 我也不建議你繼續使用 我不知道有沒有解決問題 他才有在問一個問題就是 打完疫苗若發燒 然後吃退燒的藥適當嗎 這就回到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那個問題 發燒之後需不需要做退燒這個動作 你看我個人微熱的部分 我並沒有做退熱的動作 而是用疏導的方式 用白虎湯等等的方 讓它緩緩的這個退出去 我沒有細講 其實我吃完這些藥之後 我只吃了三包 我配了三天的藥 只吃了三包 等於是只吃了三餐 在睡了一個晚上之後 我的熱自然就退掉 是經過它自然的發汗退掉的 所以你說吃退燒藥可不可以 你當然不舒服你吃是可以的 可是這樣子會減少你身體做調整的這個機制 沒有絕對的對錯 如果真的影響到身體的不舒服 吃一下退燒的藥還是可以的 但是我個人是建議不要積極的去做退燒的動作 對 還有一位民眾他詢問醫師說 請問如果說壓一些譬如說風磁穴 那按壓的頻率 一週大概需要幾次比較有效 其實這樣講按壓穴道 甚至都可以用天用次數算 而不是一週 因為我們要達到治療的效果 甚至要當下解決問題的話 應該是我按一個穴位 大概要按到兩到三分鐘 甚至五分鐘 可是我們按一個穴位不是使命的按 是這樣輕輕的按柔 我們這樣做輕輕的按柔 按到會痠會脹 這樣子就有效果了 那有會痠會脹 然後有解決你的頭痛的這個現象的 這就是解決問題了 那你也不需要再用力再去按壓 有的人按穴位他說 我用力按壓 可是按到怎麼樣 脫皮了 這是不對的 就是按到有效果這樣就好了 大概三五分鐘 還有一位民眾他詢問 那如果說我打完AZ 是 等疫苗之後 那如何我可以用藥扇 做一個食補或補氣的一個 其實因為他講的這個範圍非常管 我並不知道他產生了什麼症狀 這樣他講得非常籠統 就是說我們剛才上課當中都有提到 你到底是發熱 你到底還是肌肉痠痛 還是頭痛等等的 我們按照那樣子的原則去解決問題 當然你說要做成藥扇 可以啊 我們教大家一個煮藥扇的這個方式 就是說不管你是怎樣的陣型 我用解決頭痛的方式好 假設是川雄茶條傘 川雄茶條傘 煮完之後 他的湯汁拿出來 再放進這個藥扇裡面一起烹煮 這樣達到藥扇也有吃的目的 也能達到這個治療的目的 那藥扇要怎麼烹煮 藥扇不管你是用雞肉或者是排骨 我都會建議你的藥扇先剁成塊 那這些肉塊先去汆燙 汆燙之後再把我們剛剛煮好的這個藥汁 倒進來 再滾個10分鐘20分鐘 這樣你的藥也會入味 再來一個是去除掉我們的藥物同時放進來 產生的這個苦味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解決你的問題 因為剛剛我們在上課的同時 前面已經講了很多 你不管你是什麼陣型 比如說你是酸痛 我們可以用川漆 我們可以三漆 用一些刑器活血的 甚至於單身可以讓你這個活血止痛 假設你是發熱 那我們可以用一些退熱的這個藥材 好不好 我不知道有沒有解決大家的問題 對 接下來還有嗎 那如果是針對比較心血管疾病 是 有高血壓的藥備 對 然後他們本身氣血就已經不足了 是 然後也是會胃寒 對 然後這個部分要怎麼 就是用中醫做調理或者是 對 你看這是我們剛剛上課的東西 因為你說心血管疾病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血暈 尤其是在胸部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後來講的三漆 用三漆 還有這個口頭講的單身 三漆單身解決這個胸悶胸痛的這個現象 你看 除了這個心血管疾病你還有提到什麼 還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壓 高血壓其實我們你看這兩樣東西都不是補的東西 可是如果說你是就是怕冷比較虛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黃旗啊 尤其是北黃旗 而且不要用到這個所謂的高麗參的部分 因為高麗參吃了它容易上火 尤其是它血壓高的部分不適合吃高麗參這些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北黃旗的部分 讓它做補元氣的部分 所以你說心血管疾病我們擔心這個AZ疫苗打下去的這個副作用 也就是酸差的這個現象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三漆啊 單身啊 去預防它這個 甚至於治療它這個副作用 那至於體虛體弱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這個北黃旗的部分 去解決它氣虛體弱的這個部分 而不要用到這個高麗參 因為南韓的高麗參吃下去之後 會容易讓你的血壓增高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是有高血壓的現象 所以我個人是不建議用高血壓 高血壓患者不建議用這個高麗參 還有嗎 還有一位民眾他詢問醫師 就是打完疫苗後待在冷氣房 是 或讓身體自然發汗這個部分 兩個問題 第一個 打完疫苗 你打完疫苗之後 你又提到你說你要發汗 既然要發汗其實不適合待在冷氣房 其實你要接近常溫 或者是說你的冷氣不要開的溫度這麼低 剛剛我們從前到後面講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感冒為什麼要發汗 為什麼要發汗 就是要把你體內的熱給排出來 既然要把熱排出來 你又開冷氣把你的毛孔 吹了冷風豎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汗是出不來的 所以我會建議假設你真的覺得很熱 需要待在冷氣房 真的要小心 溫度不要開太低 大概調在二十七八度的這個範圍 然後再來一個是 要吃一些適合的藥材 讓你的汗給發出去 這樣了解嗎 比如說像桂枝湯系列的 對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新的問題 想請問醫師 如果是癌症的患者 他去打AZ疫苗 那他打完疫苗之後 他要做怎樣的保養的動作 癌症無非是虛 再來一個是他有沒有做完化療 其實化療藥在中醫的觀點來講的話 他是偏寒的 偏寒的 所以我們可能要幫他做一些 補元氣的這個動作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這個黃崎 就可以使用 當然因為他氣不足 我們需要推動一下 我個人是建議可以 作加一些三七 三七不但只有這個型氣的效果 他有微微的補氣的效果 我剛才有口頭提到說 我個人補氣的方式 就是三七人生跟這個天馬 所以 當然以不上火的原則來講的話 我們就不用人生 不知道還沒有新的題目 那這樣建議癌症的患者 是 長輩們需要去打一牛 還是他周遭的子女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一個是 當然我會建議說 周遭的子女先去打 但是如果說你的年齡還不到 沒辦法去打 這個就 這跟政府的政策有關 可是如果你的長輩已經可以去打 但是他沒有非常大的不舒服 我個人是建議還是可以去打 倒是可以選擇 像那個曼德拉他這個 沒有心血管副作用的這個 疫苗來講會比較好 不一定要打AZ 因為兩種疫苗各有各的好處 但是AZ的副作用就是最怕的是心血管的酸塞 還有他的致死率也比較高 那我剛剛 這個上課的同時 其實大概已經隱約的跟大家講說 這個曼德拉的致死率其實非常非常低 就國內現在施打的這個頻率下人數下 其實人數已經接近AZ疫苗的人數了 可是他的致死率其實不到兩位數 可是AZ疫苗打完之後 他的致死率已經到300多了 所以我個人是說 你擔心的話就是打曼德拉 不要打AZ 對 以上 不知道還有沒有問題 那請問醫師 那可以提供我們一提 就是作為上班族 就是每日的一個養生茶飲 好 那我個人提供一個我今天沒有放在課堂上的這個方子 我剛剛口頭講的就是我們用櫃枝湯跟玉屏風傘的畫材 玉屏風傘的話就是黃旗、白竹、防風 黃旗、白竹、防風 然後櫃枝湯就是櫃枝、白燒、櫃燒、草、甘草、薑、生薑、大藻 如果是胃比較不好的生薑就要改成老薑 當然這個是主要的方 我們如果你需要退熱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 著量的加一些薄荷 你需要補比較多的 你的黃旗可以加比較多 這其實是隨著去加減的 主要是這兩個方的畫材 我個人認為說 如果你是只是要提升免疫力 這個方就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還有線上的民眾在詢問 就是醫生剛剛有說到要先靠中藥 減少施打、硬咬、酸塞的可能 那想詢問需要調養的時間大概多久 大概一兩個禮拜就可以看到不錯的效果 比如說你平常 剛剛我們提到的症狀 平常就會胸悶胸痛的 但是你說要快的話就是要吃水藥了 就不是吃我們一般的科中 如果是科中藥吃到一定的療效的話 第一個就是要加重劑量 但是我個人建議就是 真的要達到效果就是要吃水藥 對 然後再來是疼痛嘛 比如說你有疼痛體質的 那我們就需要吃一些 行氣活血的 像我剛才講的三漆啊 單身啊 讓它的氣血運輸會變好 改善它的氣血運輸 對 那剛剛也有提到說是 發生的這個部分 是 那它是否可以改用東陽深 叫為溫補群啊 這樣講好了 因為既然討論到人深 細分來講的話就是有 您剛剛提到的東陽深 其實還有粉光深還有高麗深 如果以論補性的話 最補的當然是這個我們知道的高麗深 可是高麗深因為就我知道坊間的這個 這個藥材行啊多半都是這個南韓的高麗深 比較少人知道是北韓的這個高麗深 那南韓的高麗深剛剛有討論到是 因為它的炮製過程中 可能加了一些溫補的藥材 為了強化這個補氣啊 還有這個強化強心的這部分 所以加了一些溫補的 可能我個人猜是 類似像腹脂的這些藥材 去做燉煮 也就是炮製 所以它上火的機率非常大 因為我們臨床上 像我媽媽生前這個吃了之後 她就覺得她血壓會變高 不單單是只有她 其他的民眾也是一樣 很多人像我沒有血壓高的 我吃了我就會覺得口乾 其實這個就是上火的現象 那如果你知道吃了 那個高麗深嘴巴會乾的 那我會建議你說 你就不要吃高麗深 那你可以退而求其次的 用北韓的高麗深 因為北韓高麗深 我們有去仿絲過 蠻有趣的 北韓因為它的種植條件是比較差 再來一個是 它的經濟條件不這麼好的狀況下 它沒有用化肥 南韓是用化肥種植的 然後再來是 他們幾乎都用手工去做 這個炮製的部分 所以比較少會碰到一些化學的材料 或者是農藥等等的 我個人會覺得 北韓的高麗深 我反而會覺得是首選 再來是你剛才提到 那個我們這個 這個丁特的民眾提到的 紅深 也就是東洋深 可以 因為東洋深的這個炮製 它就沒有像高麗深炮製的這麼搞剛 也就是說它強心的效果沒有那麼重 也就沒有那麼 產生會那麼強的這個上火的這個現象 也就是說你吃完之後 比較不會有這個口乾的現象 當然其下還有什麼太子深等等的 還有我們常用的擋深等等 還有我們最常聽到的這個粉光深 粉光深的話一般就是補肺 那當然它的補氣的效果 就沒有像紅深的效果這麼好 紅深還包含我們剛才講的這個調深 或者是叫做太子深這些深類 對 不知道有沒有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請問醫生 那如果說患者他本身他有心臟病 是 然後又有一點中風的部分 是已經中風還是 已經中風 已經中風 那我們就會看它是曾經大中風或小中風 大中風就是已經偏攤 小中風就是曾經中風過後 他已經恢復到正常生活狀態 那小中風他有可能會再二次中風 我們就要注意說 他的體質是不是有這樣的傾向 有這樣的傾向我們就要注意 第一個我們就不能給他吃一些太過調補 太強的 比如說人參就不適合 那他可能可以吃這個東陽參 或是西陽參 或者是這個黃旗 那至於這個活血的部分 刑氣的部分 就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可以用三七單身的部分 對 然後他容易筋骨痠痛的部分 那需要退熱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我們講的倒地蜈蚣 甚至於浴心潮等等 幫他做退熱的這個部分 當然有試症用試藥 就是說他有什麼症狀 我們開什麼藥 我們不做預防 什麼叫做不做預知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未來會產生什麼症狀 而是針對他現有的症狀先做解決 什麼叫現有的症狀 像你剛才提到 他可能因為有中風的體質 所以我知道中風的體質大概是怎麼樣的體徵 我們這樣投藥 而不是我預測他未來會有中風的體徵 先投這個未來會中風的用藥 不是這樣子用藥 所以我們是他現當下有什麼體徵用什麼藥 所以中醫是說有試症用試藥是這樣子 對 不像西醫有一些預防性的投藥 這是不大一樣的概念 那如果再加上針灸的 針灸當然可以 比如說像我現在手上的針灸 尤其是像火針來講的話 他就有帶一些偏補的特性 還有我個人學的這個懂事針灸 他就可以用比較少的針數 解決你當下的不舒服 比如說我的頭痛 我馬上針了之後你就不頭痛 我因為高血壓頭暈 我摘下去之後馬上就不頭暈 當然針灸還是救急比較快 你說救窮就是說解決根本 我個人還是建議用吃藥的方式 那你說剛才民眾有提到的藥膳的部分 那是在沒有症狀的下面 我們服用一些簡單的藥膳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可以但是你說他能治療疾病嗎? 大概不行 好 沒問題了嗎? 目前 好 如果目前沒有問題的話 我最後再做一個總結啦 就是說 其實我們不管是COVID-19 過去的SARS H5N1就是情流感 其實它都是一種感冒的症狀 就是說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感冒 也就是說目前 不管西藥 抱歉喔 這個西藥沒有辦法找出一個很積極的解決方案 所以 多半 多數都還是把它留在病房裡面做控制 而沒有辦法把它放出去 像我們的流感它就是一個 可以做很好控制的方式 你可以給它吃客流感它就能解決症狀 可是很多人吃客流感之後 反而有一個很不舒服的症狀 比如說 頭暈啊 嗜睡啊等等 或是微微發熱的現象 那這對它來講 不見得是好的事情 那我就會建議說 如果你吃 假設吃客流感會不舒服 那不如來試試看我們中藥的方式 其實像 我們這樣講 我個人也處理過 因為流感 來就診的這個小朋友 不是大朋友 這個爸爸心臟很大顆 當初我們也很擔心啦 因為這麼小的小朋友 還沒上這個小醫的小朋友 他得了流感 我個人初步就判定他是流感 可是爸爸那時候說 不是啦不是 我一直在催促他去測量 檢測之後確定他是流感 可是他還是沒有吃西藥 西藥開的這個客流感 他還是吃我們中藥 再來一個是他用我們的火針 我幫他做火針 只炸兩針三針 因為小朋友其實很怕針的狀況下 你都要去跟他做溝通說 欸 弟弟你可不可以針 他說好 哭著跟你說好 但是是把家長跟他做條件交換 可能跟他用什麼東西交換 但是炸完之後 他提那個發燒的現象是馬上退下來 真的是馬上退下來 因為發燒的時候小朋友很現實的一點是 假設他燒得很難過 他一定是體力變得很差 活動力變得很差 可是他的燒一退之後你就會發現他的精神來了 眼睛原本暗沉的他就發亮 所以中醫中藥尤其是針灸都有一定的效果 和他的速效的這個現象都可以一一呈現出來 對 好 那今天的課程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如果有機會再為大家上課服務 謝謝大家